上星期都留意到我身邊這位夥伴 不過萬一你上星期沒有看到 讓他再介紹自己 你是 謝謝你 我是Beryl 管弘芝 我是來自富邦基金香港 富邦好像很厲害 好了上星期都已經 這個合作夥伴出現過 我提提大家做個小小總結 上星期我們探討過投資前景 大家都有個共識 就是兩個字波動 在這麼波動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可以選擇就是高息股 當中我們提及過 除了我們海基KGI 每日每個星期為大家提供的選股之外 有些投資者都說 除了過股之外 可不可以有一些 抽東西去買 平衡一下風險分散風險 是有的 結果 我們這個Partner 富邦的代表 富邦 提出了其中一隻 原來我們香港有高息股ETF Number是3190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 在上星期這麼好的發現之下 我都收到一些意見 它就說 高息股是好 但我吃得辣了 我想有沒有一些十小辣 十大辣 比較近的 潛在會不會好一點的 另一方面 有個意見就是 港股或者是A股 我本身自己都買開的了 可能是基金 可能是過股 有沒有一些 不是港股A股的選擇 所以 今天的難題就考考你了 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同時間 是有獲利潛力 不是高息股 而它又不是港股A股 好 那我交給你了 這個難題 謝謝比比 我反而想跟投資者分享一下 最近大家打開新聞 其實這一年裡面 什麼時候打開財經新聞 其實離不開呢 都是AI 天天都有很多AI的新聞 是的 因為AI的增長日新月異 它也是非常創新 它的工作量不停增加 你自然也要增加它的硬件 如果不是的話 硬件 如果不是你沒有辦法 就是運用到它新的AI的運算等等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無論是美國的領先科技股 是的 它們都不停地加速了 在AI方面的投資 基本上現在看到的趨勢 就是AI帶動了未來數字 經濟產業的成長動力 你認同嗎 認同 好啦 那我們去怎樣投資 我覺得好 大家看回我節目都知道 我是AI王來的 好啦 關於AI 我是選擇美股 你今天是不是想推介美股 美股你比我熟悉 美股等你推介給投資者 反而在AI 甚至是半導體產業裡面 其實我們亞洲 就有台灣市場 其實都是一個焦點 其實我也很熟悉 不過交給你 是的 因為你多些去台灣 但去到那麼多次 我才多些留意台灣 因為台灣裡面的半導體版塊 其實有很多行業公司 都有份參與在今次的AI發展推動力 最重要就是 很多市場人覺得今次這個大型的改革 可能會歷時5至10年的一個 哇 是的 一個時間點是5至10年的 所以變了這個版塊來說 其實是很值得捕捉 我們提到台灣市場 其實其中一個最主要焦點的股票 就是開積電 是的 台積電很熟悉的 一般 我都比較低調 不敢說很熟 熟悉的 它的股價變得很好 是的 沒錯 台積電虎非常之亮麗 它的客戶是有NVIDIA 英偉達 也有AMD 這些所謂的無精源半導體公司 也有Apple Apple是手機製造商 但它也是幫它做芯片的 另一個就是可能市場投資者不知道 其實Intel 它自己是有晶片的生產者 但同一時間 它也是台積電的客戶 那你是不是意思叫我們買台積電 是的 但是台積電來說 個股來說很集中 那其實怎樣可以廣泛地投資 在台灣市場的半導體行業 其實我們有一隻產品 叫台灣半導體行業的ETF Number是3076 3076 是的 大家如果詳細想知道更多的話 可以去我們網站看看風險提示 看看產品說明 但是台灣核心半導體的ETF 其實是做些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九成半 在追蹤台灣半導體市場公司 包括有一些其實 其實投資者比較難買到 我們叫上季 是 什麼來的 是 主版 台積電也是主版 但是其實有一些股票它們是擺在上季的 所以這隻ETF來講 都是有包涵的 是的 台灣市場的重點的半導體股票 就有譬如台積電 有聯發科 創意電子 創意電子 激原電子 日月光 是的 那這些來講 如果你平時 要不就找比比去買 如果不是的話 譬如你是買美國的魚托證券 其實可能都會存在一個人價的風險 是 好了 我們剛才提到一隻ETF 我知道它又有什麼貴 又上市又買到 那它最後 又是那個問題 它怎樣選什麼股票放下去 這個對我最大影響的 沒錯 那它其實覆蓋了整條產業電 那它上游來講 就是半導體的設計 那它下游來講 譬如那些IC的封裝測試 其實它都是有包含的 所以變成如果對於投資者來講 他想一籃子去投資 這個半導體行業的話 那它是相對於投資過股 其實你的投資門檻是大大降低 那還有你如果是太集中持 而有中港股票的話 你都可以分散你的市場風險 那我突然間呢 誒 有沒有補充 我有些關於ETF的技術性因素 想問 每一次我做節目 很多人都問的就是 有時可能香港的ETF 那些成交不是很多 這個 是不是很大件事 是不是投資者 一見到成交低的ETF 就不應該去買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嗯 OK 其實呢 你ETF 我們有個中間人叫做市商 那做市商呢 是幫我們呢 調節在市場版面上面呢 那個成交量的 那所以呢 其實你不需要太擔心 這個ETF的成交量又沒有大於小 因為其實香港我們其實都有很多合作的做市商 其實香港整體的做市商呢 都是非常 active在市場上 大概八成半時間呢 其實都會在版面上出現 那所以變成呢 你要一賣一賣呢 其實它都會提供這個兩邊的擺盤呢 是令到大家可以出合這個交易 哦 那即是不用太擔心了 不過呢 我不是很喜歡用做市商的名字 可不可以說 流通性提供者呢 好像好聽一點 因為我想了一別 他們是奸的 那這樣不好 所以第一件事我想 我猜清了很多的概念就是 我們說的就是 不需要太擔心 你在版面看到 好像成交很少 你只要肯出 無論是Buy、Sale的牌的話 就有相關的流通性提供者 是會和你做一個接本的動作 所以很簡單 我們這兩集都仿飾過 投資市場的前景 包括之前的高息股 今天說一些辣的 更多的就是高息股特別 不是香港股票市場 而是台股 一般投資者來說 都知道AI好 但是好像美股升了很多 台股我又不太熟 那會不會ETF是一個投資契機呢 我再踢一步想 其實上星期的高息 今星期的AI股 加上 其實第一 分散了地位風險 真的在說內地、香港、台灣 第二 有後衛 我叫後衛 有高息、有增長或前鋒 整對世界的足球都出來了 應該可以為大家 在波動市 我們上星期做的選擇 波動市的情況下 可以濫烈到投資契機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你表現都不錯 有機會再請他回來 再請他上來 和我們否釋其他投資前景 有沒有其他補充 沒有的了 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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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熱的 感動 有的 有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